各位學員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好 很高興 我看大部分都台灣的路線來參加 這真的很好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因為我們台灣 高山族和北地人 原本還不叫漢華進行 這個地方是母系社會 是母系社會 所以所有的男人都要聽男人的話 包括我 我在家也要聽我太太的話 所以男人站出來支持台灣民進府的時候 表示說我們台灣的希望來了 這個很簡單 我要來介紹台灣民進府的司法改革 我先調查一下 因為我看到有幾個好像我們高山族的 請問一下 聽不懂台灣話的人請你舉手 不用客氣 有啦 還蠻多個人 那我這節課 大家 聽不懂 華語的請你舉手 大家都聽到華語 我盡量用台灣話跟華語 那個不是國語 我們台灣的國家不是中國 所以不是國語是華語 因為這是一個六十七年來的污染 我們這塊人 沒辦法 我們這時間的過程 把我們淘汰後 我們後一塊小孩 要學生一個東西 學英語 學日本語 學的保留我們自己的母語 不要用中國人 中國人的威不是我們的威 不是我們的威 當然有幸福可以去學沒關係 這節課 我們要來介紹的是台灣民政府 在美國軍事佔領下的司法改革 還有主權效忠 一個政府 一個政體 一個地區 政府是一個集體的一個形式 一個那個組織型架構的一個形式 那一定有一個效忠對象 我們台灣人要向什麼好中 我們台灣人要向誰效忠 這個很重要喔 我們台灣人又要向中華民國 戰勝國效忠 又要向台灣人參派國效忠 那你到底是戰勝者還是戰敗者 會搞不清楚耶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把自己的身分 好好的給弄清楚 什麼是台灣人 因為我的課程有延續性 所以我這節課時間的關係 我只能夠介紹前半段 就是我們初級班的時候 把我們台灣人的一些 一些論述 在前面簡單的部分 在我們這個班先講 那歡迎各位 接著上那個高級班 高級班的部分 我會把我們以後要做的 轉型正義的部分 還有我們司法改革的部分 以後我們台灣民政府 一個國家一個政體 一定有一個憲法 那我們台灣人要用什麼憲法 這很重要 如果直接用大日本帝國憲法 來台灣實施也不行 為什麼不行 我太太就會罵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大日本帝國憲法 在67年前 女性是沒有參政權的 這個一定要修 不然我回去的話 我太太不讓我吃飯 所以 一定 這一點我一定要堅持 女性要恢復 要按照國際法的 那個目前的一個潮流 要讓女性擁有參政權 一定要有參政權 女性的參政權 是柔性的參政權 她反而能夠讓一些比較極端的一些 宗教主義的一些男性的作為 可以柔化 這是女性的特質 首先這節課我來介紹 我們是誰 這個題目很簡單 可是大家真的知道自己是誰嗎 現在知道了 我來做一個整理 讓大家更清楚一點 讓自己更清楚一點 我們到底是什麼人 我們都知道 你怎麼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李登輝先生他不知道自己是誰 九十幾歲 你們有想過嗎 九十幾歲的李登輝先生 他還當過中華民國的總統 然後他出生的年代是大日本帝國 他的戶籍藤本 他一開始造的戶籍藤本 上面寫的也是大日本帝國的國籍 然後從戰敗者的身份 轉變成戰勝者 還去當戰勝者的總統 這個就有點混亂 這個就有點混亂 李登輝先生 他目前還在領 他是退休了 可是他的辦公室人員 還在領辦公室的一些退休 還是他們的辦公室 還是總統退休的辦公室 還是繼續在運作 所以他沒有辦法 來這邊跟我們做分享 你現在跟他問他 跟你講說 有時候會跟你講說 我是台灣人 可是他不跟你講是哪一個台灣 是大日本帝國的台灣 還是中華民國的台灣 還是清帝國的台灣 他絕對不是清帝國台灣人 因為他出生的年代 他現在九十幾歲 不可能他是清帝國人 日本外公的中國就是清帝國人 就是清帝國人 絕對不是 李登輝先生說 我是不是我的我 大家都知道 覺得我就是台灣人 我就是台灣人 這個還要問嗎 我跟各位講 九十幾歲了 還當過總統 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是誰 你們真的知道自己是誰嗎 我們來做一個分析 李登輝先生說 我是不是我的我 要大家問自己 我是不是我的我 這個我就是一個代名詞 請你們自己問清楚 你們到底是哪裡一個人 台灣是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日本是不是日本人的日本 比市長說 國賓飯店 是不是躲在國賓飯店的人 這個都有牽涉到的意義 哪有牽涉到 我是本土台灣人 我到底是什麼人 我的國賊到底是什麼 按照國賊法 我的國賊到底是對一國 台灣是什麼台灣 日本是什麼日本 我要向什麼人校長 我要向誰效忠 阿非白 這幾個字 他已經給你答案了 他叫你自己問自己 然後這幾個字也是答案 這幾個答案 這幾個答案就是 我是 不是我的我 台灣 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好 他再請各位好好的想清楚 台灣人有這句話 你們聽過嗎 人如果衰 賤不我生什麼 菜鮭 菜鮭真的有夠衰 經常在弄媚 這不我 這不我 這不是 胡瓜 不是那個在舞台上那個胡瓜 不是那個胡瓜 胡瓜 這是胡瓜 這是菜鮭 這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台灣人在說 人如果衰賤不我生菜鮭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說 人人在洗的時候 會翻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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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鮭就是生鮭 做菜鮭就是菜鮭 他會正鮭生菜鮭 這是無可能的事情 不同的一個物種 絕對生出來絕對不同一個 結果 他的果實絕對不一樣 我們的國際也一樣 我們的國籍也是一樣 你們有沒有想過 你們的阿公阿嬤 是日本人 你們 我們現在台灣民政府 在辦這個身份證 台灣民政府身份證 然後要去 戶政事務所 佛政事務所說 發言 當時要加到錢 因為台灣有背影 要去改革 他們有時候要加了錢 要拿日本時代戶籍騰本 找到你的阿公阿嬤 如果比較有肥 像我這圓的頂頭 我的大小 我的大兄 你們這裡的人比我多肥 你們的爸爸媽媽就是日本人 如果像我這圓圓圓 就是阿公阿嬤都日本人 你們有想過嗎 台灣人真的有九歲 有國籍生到不國籍 日本地國的人去生到中華民國 你們有想過嗎 中華民國有沒有繼承大日本帝國 有沒有 沒有阿 中華民國是推翻什麼而建國的 滿清主權對不對 對啊 他是推翻大日本帝國嗎 是不是 他是推翻滿清 而建立中華民國 然後他的中華民國還是五族共一家耶 請問一下 我們後面那幾位 高砂族的同胞 漢滿蒙迴葬 請問你們是哪一組的 苗 好再加上苗再加上窯 還有鳥族 都不是阿 一開始的時候 中華民國的國父說什麼 五族共一家 要建立一個合眾國 你們還記得嗎 他的漢滿蒙迴葬苗窯 哪時候包含我們的台亞 哪時候包含我們的高砂族 任何一族 哪時候有包括 沒有吧 對啊 那我們台灣人真的是中華民國人嗎 那我們的阿公阿嬤是全世界公認的日本人耶 我們把國旗丟在一邊耶 去繼承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在世界上是沒有人承認的 那我們的阿公阿嬤 全世界是日本人 全世界都知道他們是日本人 是在日本時候就已經造了戶口的日本人 這樣台灣人有衰嗎 台灣人衰到政府的生產 還只是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自己還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來回過頭 回來繼承我們阿公阿嬤留給我們的國旗 大叔叔說好不好 好 如果繼續再欺騙自己 說我們自己是戰勝國 連生鞋子生苦瓜都可能 連開花都不會開花 正鞋子不會開花 不是不會生瓜而已 不要再騙自己 我們就是台灣人 台灣人是什麼人 台灣人就是大日本帝國的人 你跟你的阿公阿嬤 同一個國籍 有什麼不對呢 中國人 常常在講說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那我要請問一下 你們清帝國時代 你們明帝國時代 哪時候有做過我們台灣人的戶籍成本 你們哪時候把我們台灣人當人看 沒有耶 為什麼要造戶口 因為每一個人 都是大日本帝國天皇的子民 每一個人 減一個人就不行 一個圍到一個人 出去外面被人欺負 我絕對天皇絕對把你打開 就像美國一樣 美國 兩年前 有一個登山的一個專家 結果在 阿爾卑斯山遇到山難 他困在一個很深山很深山的地方 那個時候 瑞士那邊 他們那邊的一個國家 本身的狀況不是 因為那個雪崩很厲害 他們搶救 你知道嗎 美國人是派一團人去搶救他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是 美國人 不遠千里跑到阿爾卑斯山那邊去 救一個人 就為了一個人 美國付出了一整團的人去救他出來 電影雷恩大兵你們看過嗎 為了一個雷恩 孤兒 不是孤兒啦 醫官本有 兄弟 結果兄弟都死了 美國那邊 他們 當兵的時候絕對要留一個種 絕對要留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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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那個娘要怎麼辦 要回來 那怎麼回來 他已經困在最前線 美國派了一整團的人 去救一個人 犧牲了幾個人 犧牲了好幾十人 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這是美國精神 一個國家 必須要好好的保護自己的人民 不計任何代價 錢再賺就有 生命絕對不能放棄 所以大日本帝國時代 幫我們的阿公阿嬤 幫我們的嘻嘻哈哈 造了戶口 那為什麼清帝國不幫我們造 為什麼明帝國不幫我們造 為什麼大肚王國不幫我們造 這個是要給那個 說要獨立台灣的那些人聽的 你們大肚王國 如果說號稱說 擁有台灣的主權 如果大肚王國 東寧王國 號稱擁有台灣的主權 按照國際法 你必須為你的人民登陸 一個一個都不能跑 土地要一寸一寸的登陸起來 要去丈量 要去打戒指 蓋劑 要去打蓋劑起來 你要規範你的領土範圍有多大 不然你的憲法怎麼寫 我們的憲法 規範了人民 還有規範了我們的土地 對不對 對 那你如果連憲法都沒有 你是一個國家嗎 絕對不是 所以找回我們阿公阿嬤 給我們的國籍 一點都不可恥 可恥的是明明是戰敗者 結果還去 說他自己是戰勝者 戰勝者有什麼好得意的 戰勝者 中華民國到現在已經流亡了 那大日本立國戰敗 他有沒有流亡 沒有流亡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阿 我再講一個觀念 我們都知道繼承 繼承的東西有一個叫做動產 一個叫做不動產 大家知道嗎 什麼是不動產 土地房子 對正確 土地 為什麼土地叫做不動產 因為它不會動 不對 我跟各位講 這在法律上的定義 中華民國都不跟我們講清楚 什麼叫動產 不動產就是在主權之下 所領有的土地叫做領土 你如果沒有按照主權 所領有的土地去繼承的話 你也不能夠繼承主權者的領土 就像 當初 從英國移民到美國的人 不能夠回到外頭再去繼承 英國的土地 他只能繼承動產 只能繼承財產 只能繼承金錢 絕對不能夠繼承土地 因為土地是在主權所賦予的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土地不是財產 所以它叫做不動產 那我要問各位 那我要問各位 大家要繼承財財人請你搶手 都繼承過嗎 絕對都繼承 你們絕對會繼承 如果你沒有繼承 你爸爸媽媽都有繼承的 繼承阿公阿嬤的財產 對不對 一定的啊 就算是負債也是財產 我要問各位 如果你們是中華民國人 你們憑什麼 可以繼承大日本帝國人的土地財產 我們常常在說 國民黨 親自台灣人的公共造產 對不對 對 可是問我們自己 如果你沒有 大日本帝國的 你不是大日本帝國的子孫的話 那你憑什麼繼承你的阿公阿嬤大日本人的財產 大家說有沒有道理 對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站起來 要回我們阿公阿嬤的國籍的原因 那我們 現在的日本不是日本人 我等一下跟各位講 我們才是日本人 現在日本叫做新日本人 我們憲法是大日本帝國憲法 是戰前憲法 不是現在的新日本憲法 現在新日本憲法只規範目前的 你們知道的在 那個四大島 那個範圍的新日本 不包括台灣 也不包括琉球 我舉個例子給各位看 這發生在我們家的 他剛才說 人家說 政府要生菜股 我家是怎樣 台灣好去生中國地 台灣人 去生到中華民國人 為什麼要用這個 因為有人說 他在台灣吃台灣米 喝台灣水長大 然後他一輩子都不用繳稅金 然後台灣人跟他供養得很好 所以他是高級種的 中國人 他是高級的 找不到高級 所以我對不起那些中國人 我只能夠找到特級 因為台灣人最會養的就是什麼 豬 台灣人養豬是全世界第一名 把農民當 把難民當農民養 難民的房子比我們的房子還 還花更多的預算 我還花很多錢 我們現在做過建設的人 去拿過他們的表演 他們土地建 他們那個房子的 那個建構成本 比我們一般的房子還要貴 表示他們的結構 設計的比我們強 你們知道嗎 台灣厚 什麼叫台灣厚 台灣沒有虎 台灣的虎叫做三貓 台灣三鳥 九厚 這叫台灣三貓 去生 生到一個 特等的 這就是我們家 比較好就是我們家 我們家做 叫做林鳥 我有這一本 我相信各位絕對回去 也找得到這一本 你們絕對甚至你們有的人 如果超過六七歲 剛才我們有幾個先輩 跟我大媽吃粉 有去開槓中 你是很好的時代的人 交互時代是中華民國 對一個年代 請問一下 中華民國有對一個 風地叫做交互 沒有吧 還是青帝國時代 有一個風地叫做交互 沒有吧 對不對 白爪黑衣 我剛才處理了 那不然生到豬子的時候 我看我如果做日本黨來簽 說這不好的今天 進步的生才過 有九歲 台日本的台灣人 名字15年 不是中華民國前幾年 好生的爹 中華民國國籍 全世界不承認 結果在台灣裡面 只有台灣人在承認 台灣人用的叫做新台幣 你們自己看看你們的新台幣 昨天秘書長有讓你們看了 上面寫的是中華民國流亡幣還是新台幣 中華民國流亡幣 好 現在 日本 這是我們日本的負責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民政府 其實已經做很多工作了 你們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為什麼不知道 不怪你們 因為國民黨民進黨 全部都根本封鎖 我跟各位講 你們去 全台灣 所有的戶政事務所 你們會發現一件事情 辦日本 戶籍藤本 有一個專櫃 這是美國要求 在2009年 台灣民政府控美案 告完之後 全台灣連線 都可以辦理 拿到這一張 以前要拿到這一張 要回到原居住地 你像說 我已經出了 在北部很工作 我還要回到 那個嘉義的那個 山頂那裡 跑到竹崎鄉那邊去 那邊很遠 要回到原居住地才申請得到 現在不用了 全台灣連線申請 我要問各位 中華民國對大日本 軍國主義是不是一直在打壓 對啊 他怎麼會讓你們 沒事把他做一個全台灣連線 還弄一個專櫃讓你們去申請 大日本時代的戶籍藤本 那是因為美國 向他施壓 那美國被誰施壓 被秘書長施壓 控美案啊 他被台灣人告啊 那從那個地方法院到高等法院 美國都是輸啊 在高等法院甚至還判了三個 那個決定啊 台灣人沒有國籍 台灣人沒有自己的政府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煉獄啊 台灣人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 我沒騙你 所以在2009年 軍台灣連線 你們現在就近 你靠邊我們的年輕人 你出外 沒關係 你借金找到 給這天本 拿你的 目前的流氓新聞證 你去跟他講 我拿這個 他會問你一句話 他問你說 你拿這個日本時代的戶籍藤本 要做什麼用 以前不會問 現在會問 因為他們在統計 他們什麼時候要走路啊 我們當時要走路 所以你問這句話 大家不用怕 他講 他說 我拿中華民國的新聞前 準備要他放棄 要來 改我阿公阿嬤的 負責 因為我阿公阿嬤是日本人 他說 你們日本人要回去日本啊 阿公這裡日本啊 阿公這裡日本啊 阿現在你在哪裡 你就這樣子跟他問 他會牙口無言 他會牙口無言 所以 你如果要計成財產 要名正言順 要合法 合其合理啊 如果你是中華民國的國籍 你憑什麼去繼承大日本帝國 然後還在罵國民黨說 他侵佔台灣人的公共造成 台灣人要自己先站起來 把中華民國國籍丟掉 後來我們阿公阿嬤的 台日本帝國時代 台灣民進府 雖然目前這個身份證 還是在美國的佔領之下 可是我們 等到我們最終處理之後 我們要回歸到一個 國際承認的一個國籍 未來會怎麼樣 還沒有決定 誰能夠決定 美國能夠決定 日本天王能夠決定 因為日本天王 才是真正台灣的主權者 公投能不能決定 覺得應該公投決定的人 比較合理的請你舉手 好奇怪耶 你們這一屆怎麼好像都聽過我演講 那種感覺 我再來要跟各位說 什麼叫做公民 公民跟國民你們分得清楚嗎 不好意思 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什麼叫國籍 台灣人是在1945年 8月15號天王宣布投降的時候 美國 派海軍陸戰隊來這邊 插了旗子 所以 昨天我們秘書長有拿一根 海軍陸戰隊 不是麥克阿瑟的陸軍喔 是尼米茲的 這個很重要 因為中華民國就是靠 麥克阿瑟在 在騙 因為麥克阿瑟是比較親 中華民國比較討厭台灣人 為什麼麥克阿瑟會討厭台灣人 你知道嗎 因為 為什麼麥克阿瑟叫做 將軍不叫做元帥你們知道嗎 因為 他的嫡系軍團 在克拉克基地 在菲律賓那邊的時候 被我們台灣高沙義勇軍 4000人 開入開進去 4萬人 俘虜了13萬 你沒聽錯 4萬人 4萬的日本皇軍 靠4000個 高沙義勇軍 開入開進去克拉克基地 結果俘虜了13萬人 後來導致死亡行軍 10天 因為 4萬人帶了糧食不夠吃 那13萬人 國民黨都教我們什麼 那個死亡行軍是 日本皇軍然後開槍 開槍濫殺 那個美國人 人家美國知道了 他不這麼說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 克拉克基地 當初的13萬人 他們想都想不到說 他山面環山 三個山全部都是原始林的狀態 居然有人能夠從山裡面走出來 高沙義勇軍開入進去 導致4萬多人 俘虜了13萬 麥克阿瑟的嫡系軍團 那失去了嫡系軍團的 將軍 他能夠當元帥嗎 當然是不行 因為沒人願意聽他的 對不對 後來就尼米茲當元帥 尼米茲才是 二戰太平洋戰區的元帥 不是麥克阿瑟 大家都聽說賣帥賣帥 那是騙人的 不是賣帥 賣將 那叫賣將 在1945年 8月15號 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 後來到了10月25號 陳乙的軍隊開來台灣 開來台灣之前 他 中國人很害怕台灣人 因為台灣的 黃軍 尤其高砂義勇軍是很強悍的 他們 猶豫了很久很久 到了10月25號 前幾天才進來 要來台灣之前 還先廣播說 台灣要回歸祖國 台灣要回歸祖國 我跟各位講 他是在騙我們台灣人民 他就是因為這樣子 讓你們沒有心防 讓你們好像是他張開了雙手 要來擁抱你們 結果咧 不是來擁抱你們 那過了一年 他把1946年的時候 把台灣人全部國籍 一律規劃 我要問各位在座 超過67歲的 的那個童心 你們當初有舉手說 我願意當中國人請你舉手 沒有半個 包括我阿公阿嬤 我也問過他 他說 我就不要 拿過去我也不知道 說不算紀錄 怎麼會台日本國籍 比中華民國國籍 他也沒有同意 沒有人同意 沒有人同意 沒有人同意的狀態之下 他把台灣人改成 中華民國的國籍 後來這件事情 全世界沒有人承認 全世界沒有人信任 有三個國家 騎手給他騙 騙是台灣人 站出來罵他 我們不承認 美國 加拿大 還有英國 沒有人承認 然後有三個主要國家 否認他的這個作為 後來到了1948年 在聯合國 人權 宣言那邊 聯合國1948年 人權宣言的第15條 有講到 針對台灣的國籍被改的狀態之下 有改變 有寫了一些記載 人人都享有國籍 任何人的國籍都不容無理此奪 每個人更改國籍的權利 不容否認 除非你是自願的 否則你不能夠把 把我們的 阿公阿嬤的日本時代的戶籍 改成 中華民國戶籍 現在我們去護政事務所拿的 很奇怪都是中華民國戶籍 那個護政事務所 的人員還問我說 你阿公是民前幾年的 我說民前幾年 那時候中華民國都不在 那你憑什麼照護口 民前幾年 你們聽過 好笑吧 民前幾年 根本國家都還沒建置 你憑什麼去照護口 所以那個民前幾年都是騙 那就是騙 全世界都知道 紅毛猩猩 是一個瀕臨絕種動物 所以在國際上有保護 兵臨絕種動物的保護 那台灣人有沒有受到 任何的國際法律所保護 沒有耶 紅毛猩猩為什麼要講這樣 因為民進黨的那個 那個電火球 蘇先生 我不要說他的全民 因為他現在還在 他不是像我的阿祖已經出擊了 出擊了 我們自己講都沒關係 他還在 他說他比紅毛猩猩 還要先進耶 有人拿他跟紅毛猩猩比 我要跟那個電火球講 紅毛猩猩還受到 國際瀕臨絕種動物保護法所保護 那台灣人 你沒有國籍 你沒有全世界承認的國籍 中華民國在全世界是不受承認的 最近開放的美簽 前兩天開放的美簽 寫的是 people of Taiwan 請問一下 為什麼不寫 peop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為什麼沒有 因為中華民國不存在 再來 我們來 來研究一下這個東西 今年有去投票請你舉手 我去投票 蠻多的 我相信你們都投台灣人一票 因為你們是台灣人 可是你們不知道你是哪一國的台灣人 我知道的 我就連票我都不去投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根本不是中華民國的一員 中華民國發給我的身份證是什麼 國民身份證 你看看你們手上 今天有帶身份證的人請你舉手 自己拿出來看 看看是不是跟我不一樣 相信不會不一樣 因為我問過好幾件 大家都跟我一樣 都寫國民身份 我們都知道 我們讀書的時候 國中的時候 讀書都知道 只有公民才有公民權 選舉罷免創制覆決 還有被選舉被罷免 還有否決創制 還有那個反對覆決 選舉罷免創制覆決 不是四個權力 還有相對的被選舉 選舉跟被選舉權 都有兩個權 一共八個權 中華民國的國民身份證 憑什麼去實施公民權 什麼叫國民 出席就是國民啊 像我們女兒子出席 六個月他也是國民 他才沒一票 不然我也說 給那個做 那個 某一個公民黨的人說 沒有來換兩隻 那隻做海桃子來海也好 是不是 沒有耶 那我們憑什麼 拿著國民身份證 就去實施公民權 我們有沒有違法 違法了 違法了 請各位自己看看 你的身份證 是國民身份證 還是公民身份證 公民才有參政權 我們領票的時候 為什麼拿國民身份就在領票 為什麼不發行 公民身份證 因為你們知道嗎 中華民國的公民 包括 蒙古 包括外蒙古耶 現在在聯合國那個蒙古國耶 中華民國還沒有在聯合國 人家蒙古國還在聯合國 包括西藏 包括新疆 包括寧夏 甘肅 閃東閃西 山中山西 河南河北 好多地名 他們有沒有來選中華民國總統 沒有耶 他們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要來選中華民國總統耶 結果他們沒有來投票 給大日本帝國的子民投票 中華民國的總統是哪一國 是外國人幫他決定的 所以中華民國的總統有沒有人承認啊 沒有承認 所以 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聽清楚喔 是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上面寫的台灣 不叫做政府 不叫做government GAT 然後在台灣當局 還是複數 IES 你們自己去查 我們這裡有年輕的 觀眾朋友看到年輕的 我們這裡有年輕的 你去看台灣關係法的官網 在那個AIT官方網站 看英文版的 台灣當局看看是不是複數 絕對是複數 所以中華民國是唯一嗎 沒有 我跟各位講 台灣民政府 也是GAT 但是 我們知道我們效忠誰 我們是按照國際法理 按照主權而來 不是流亡者 我們不是流亡政府 好 1895年 台灣永久割讓給天皇 在馬關條會 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 中華民國1911年才建國 所以 中華民國的戶籍 有兩種 你像我那個阿公 他還有民國前的 很奇怪 民國前你們民國都還沒有拿來的民國 你憑什麼照護口名部 對不對 所以 我們才找得到日本時代的戶籍藤本 他是日本人 1945年大日本帝國戰敗 藉由麥克阿瑟1號命令來代管台灣 流亡的憲法主權的土地 還有人民 有沒有包括台灣 沒有包括台灣 到現在他修憲幾次 你們知道嗎 修了12次的憲法 蔡英文說 在90年代的時候 台灣人已經選擇自己的總統 原本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然後經過大家的集體意志 選出來的 那個總統已經變成是台灣總統 那台灣總統 請問一下 你 當你 當你陳水扁 把你的手舉起來 當你李登輝先生 把你的手舉起來 你效忠的是中華民國 還是效忠是台灣 你的詩詞上面白紙黑是寫中華民國的 所以 蔡英文 博士的講法 是非常可笑的 是很好笑的 流亡憲法的有效公民 沒有來參加選舉 山東人沒有來參加選舉 那不是憲法架構裡面的台灣人在投票 然後 國民變成公民去幫他們投票決定 這樣的總統沒有下 所以全世界都不承認中華民國 就是這樣來 所以中華民國不擁有台灣的主權 所以他也進不去那個聯合國 因為 中華民國在19 像這個 我各位看一下 這個 我們都知道 你們去把你們做過世的親人 在戶籍藤本上面畫一條紅線 那代表什麼 死掉了 過世去做生了 去當祖先去了 我們的高殺祖是這樣子形容的 他沒死 他當祖先去了 當祖先去了 畫一條紅線 中華民國在1949年被毛澤東所政變 然後1972年的時候 那就是死掉了 1949年的時候死掉 那什麼時候正式除極 松書辦完是不是 要去保證事務所正式除極 在1972年的時候正式除極 聯合國畫一條紅線 留一個白尾 叫毛澤東的人來坐 毛澤東的政權 基成中華民國的政權 那中華民國請問一下 他是 蔣介石叫 叫天皇叫阿公 還是叫阿祖 沒有吧 沒有啊 所以他憑什麼 基成 大日本帝國的主權 絕對沒有辦法基成 所以 我們過來賢 如果我們不按照法理 我們完全不會贏 黨政軍 空襲 緊急避難防空洞還有優先證 你們沒看過嗎 你們沒看過 看你就沒看過 人家好康的多好康 所以馬英九才說 我們要把你當人看 馬英九最近才說的 說我們要把你當人看 表示他好幾十年來都沒有把我們當人看 表示他一直沒有把我們當人看 他不是人 對 他不是人 大家注意看 黨政軍連逃難和逃難都有牌 這叫做逃難有牌 我怎麼形容 你們台灣人逃難沒牌 所以我們乖乖 我們是本土人 我們跑不掉 因為這裡就是我們的家 中華民國濫民連逃難都有特權 對我們台灣人是平等還是次等 他們常常在講說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有嗎 一開始就不平等 到現在 我要問各位 什麼叫特考 你們有沒有聽過特考這種東西 到現在都還有喔 我後來才知道什麼叫特考 特考就是說 特等考試 考試就考試 還有什麼特等考試 剛剛看的那個什麼 特等株有沒有 他們去考的啦 就地合法 有的人怎麼樣呢 先去公開機關禪開 我們台灣小孩不太好看啦 人家那裡做 人家那裡做 人家說外星人 其實不是外星人 是外國人 人家有那個福利啊 他的孩子 寒蠻特車 頭上壞嘛 人家壞嘛 我們把他當人看 他不是人 他考試考輸我們耶 然後還要加分耶 為什麼要加分 考不贏你們 只好做弊做贏你們 出社會之後後來 這次我就競爭 不知道競爭要怎麼樣 去考試 什麼人就不會考 老闆要挑這個目 不了 只有去做公務人員嘛 公務人員就是他們阿爸在考 他們阿爸就是公務人員 不要在落歲機 所以先去減開 先做 做完之後先做約聘 一年一聘 那會不會因為他表現不好 就不聘 不聘試試看 不看身面 看佛面耶 中國話講的一句話叫做 不看身面 看佛面耶 大家有沒有聽過 都沒聽過 考官的阿 所以那個表現過到壞 那也不會他開讀阿 阿他就每年去考特殼阿 考到他的主席通過 25年給他考 考過的時候他就有公務人員 不過他上班的時期 比他考到那天以前 常常都這樣子 然後黨職轉君子 黨職轉公子的一大堆 你不要聽過嗎 黨職轉君子耶 還可以轉君子耶 政戰的阿 政戰的阿 你們去做兵的時期 國民黨才能做政戰耶 對啊 我們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我們要向什麼人好中 我們要講清楚 這是台灣的目前的現狀 日本天皇我不用日本 因為現在的日本不是日本 不是大日本 我們沒有感覺 他們已經修憲 在1946年戰後修憲 脫離大日本帝國 你們台灣人 有的人在說 台灣獨立 台灣獨立 我自己要做主人 日本人走到獨立出去了 我要問你啦 如果你要和你太太離婚 你離婚阿 你今天你拿出離婚阿 今天他去簽名 回他們阿 馬仔 問你媽要求你離婚 你敢不需要自己離 有沒有需要 不需要的阿 為什麼 他管不到你了嘛 已經離過一次婚阿 那日本他已經獨立出去了 在1946年的11月3號 他已經修新憲 叫做戰後憲法 你們大家都知道 他失去宣戰權 他甚至不向天皇效忠 他的國家的軍隊 不叫做皇軍 不叫做皇家自衛隊 叫做 他們就是很單純叫做自衛隊 不叫做國防軍 也不保護國家 也不保護天皇 也沒有效忠天皇 他們現在的憲法是這樣 那我要問各位 新日本的憲法有沒有包括台灣 沒有 台灣這裡 還是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只是被選制 只是被選制 這個 我們的 我們的 豆秋餅 這是美國國務院 那個美國司法部的logo 這代表他的佔領權 那真正的主權者是 大日本帝國天皇 我等一下會給各位看證據 為什麼是大日本帝國天皇 國民黨教我們是 滿清被日本打敗 然後割讓台灣給日本 不是啊 大家看清楚 我有帶文獻來 這個是代理佔領 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讓中華民國代替美國佔領台灣 就是這樣子而已 大日本帝國的國號 甚至跟現在的日本完全不一樣 現在日本叫什麼 Japan 我們大日本帝國 叫做The Empire of Japan 所以大日本帝國憲法 大家可以去查 我們這些年輕人 你們都可以去查 大日本帝國跟日本是不一樣的 我們來看大日本帝國憲法 它是在1889年的時候成立的 明治年間成立的 然後這部憲法也被稱為明治憲法 或者是帝國憲法 相對於現在的 在1946年11月3號 那一天 為什麼我記得那麼清楚 因為那一天 日本人讓 大日本帝國天皇羞辱 等一下可以給各位看一下文獻 現在日本國憲法 被稱為舊憲法 也成為戰前憲法 那本憲法到現在都還存在 沒有被取消 因為 新憲法 是來自於大日本憲法修憲而來的 不是自憲 大家知道嗎 修憲跟自憲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國家滅亡了 真正改條換台 才需要制定新憲法 那如果是政權的轉移 或者是說那個因時因地 然後要改變 就是修憲 它國家沒有滅亡 然後大日本帝國憲法 就是現在新日本的母法 他們是按照修憲結構來的 按照大日本帝國憲法 第73條的修憲結構 來做成的 所以大日本帝國憲法 沒有消失 那日本國他們現在用的是新日本憲法 那不代表整個大日本帝國憲法 有消失 然後 我要跟各位介紹的就是說 大家知道說 我們在1945年 1945年的四月齊一 台日本帝國天后 寫一個教書 讓我們台灣人擁有參政權 擁有參戰權 大家有沒有看過 都看過嗎 沒有看過的請你舉手 不要看過 比較常那裡就有了 但旁邊那裡就一個天皇肇書 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肇書比較大 還是憲法比較大 這個就是大日本帝國憲法 做成的時候的憲法本文 然後天皇沒有在憲法上面 簽下任何文字 他另外寫了一個叫做 明治天皇的憲法造書 讓這個帝國憲法生效 聽清楚喔 天皇的造書 讓帝國憲法生效 請問 誰的優先權比較大 造書比較大 這個大家都很聰明耶 大家都很聰明耶 所以我們台灣人 變成大日本帝國的人 不是在日本帝國的 修憲會議那太小了 那個太小了 我們是按照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更高層級 叫做造書 變成的 白紙黑衣在那裡 所以我們是按照造書 天皇的恩典 讓我們台灣人 擁有參政權 參戰權 有沒有證據啊 有證據耶 我們去年我們就去了耶 我去年之前我還不知道說 原來 當初的時候 中華民國 中國人 他們在兵典 說我們 李政輝先生去拜 全國神社 那是在拜怎麼 李政輝先生 我在拜我兄弟 我兄弟就在裡面 他們兄弟就去做日本兵士 其實不是啦 因為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 包括高砂族 有三萬九千一百個人 在靖國神社當護國神啊 中華民國的忠烈詞 有沒有台灣人 沒有台灣人耶 你們可以去查 你們可以去看 講了好幾屆了 中華民國的忠烈詞裡面 沒有放台灣人耶 甚至我們當初 大日本的那個軍隊 離開台灣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日本兵啊 我們的高砂義勇軍啊 有的被他們徵招 被那個國民黨徵招 去打國共內戰耶 為國民黨犧牲 那些人 有沒有放在忠烈詞裡面 沒有耶 我們的後代 我們那個高砂族 為他們那個 國共內戰而死的 那些後 那些後代 有沒有享受 那個他們的榮民的福利 沒有耶 所以我們有一個 台灣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退那個 那個日本兵 日本老兵的那個 那個協會 現在在高雍那裡 齁 那是啊 對啊 沒有賠償啊 是怎樣 對啊 完全沒有照顧耶 不像他們什麼 水電半價耶 還有特製家運耶 真厲害耶 所以大家要清楚 在日本帝國憲法 的架構 位階太小 天皇直接用造術 讓我們變成 大日本帝國人民 八爪黑衣在那裡 大家比較常 回後我們可以去看 這對大日本帝國的 憲法的結構 我為什麼要跟各位 介紹大日本帝國的 憲法 你知道嗎 因為齁 以後我們就是要奉 大日本帝國 我們的阿公阿嬤的國家 的憲法 按照現在的時空 因為 那台車 那個憲法已經停67年 沒用了 他直接 開出那個車庫 開不出去 油啊 水啊 已經不符合目前的 現階段的狀態 當初的時候 女性是沒有參政權的 那你現在如果不休的話 林詠誠回去 就沒有飯吃了 為什麼 因為我都吃我太太煮的飯 我媽媽也不煮飯給我吃耶 就是這樣子啊 這是辦開玩笑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 要因死因地治疑 這部憲法做得很好 當初是參考普魯士帝國 讓大日本帝國在亞洲 變成全世界第一流的國家 這部憲法 然後避免了很多的皇室災難 那個他推行君主力限制 避免了很多的皇室的災難 那個有空的話 我會跟各位分享 當初為什麼要做這部憲法 有他的時空背景在 他也成功的讓日本進化 然後讓日本那個 排除那個皇室 就是他的健康的問題造成的危害 重點就是說這裡有寫到 天皇擁有 第一條寫的是天皇主權 天皇擁有日本 第四條寫的是天皇統治日本 擁有跟統治不一樣嗎 不一樣 第四條講的叫做 主權的管理權 第一條是主權的所有權 第二條是主權的繼承權 第三條是他的地位 主權的地位 第四條叫做主權的 統治大權叫做主權的管理權 我問你 一個國家能不能讓一個人下去管理 不行啊 全世界都沒有這個沒有辦法 有人這麼厲害 我對一個皇帝說他真的 有辦法去管理幾百萬幾千萬的人 他也不知道今天到底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 那怎麼辦 大家有沒有開過公司的 有啊 大家都 大家知道說 那個公司的結構裡面有一個董事長 下面有一個總經理有沒有 董事長是董事會授權出來的 他的位階就是整個公司的所有人 那總經理是什麼 那總經理是什麼 整個公司的管理者 或者是執行長 可是主權有沒有在總經理身上 沒有 這樣大家有沒有更清楚一點 所以 天皇的統治大權 他每一個階段就是 每四年嘛 有時候是每四年 那他們現在是 那個現在新日本很亂 因為他們的國民不知道他們現在的首相是誰 太多格了 太多人了 因為他們每年都換 一個週期到了 那個在野黨 那個綜藝院那邊被倒閣了之後 首相就換人了 所以那個首相就是經由天皇 所委託 所以每一屆的新首相都要去面見天皇 然後天皇要批准他的任命資格 這是第四條的統治大權 那在旧金山和平條約 吉田茂 他是日本天皇還是日本首相 首相 那他擁有那個主權的所有權 還是主權的管理權 管理權 所以他簽訂的放棄的台灣的 all right all right 什麼 落在那裡所有的東西 問題落在那裡有天皇的主權 沒有啊 他就只有公司的治理權 我放棄而已啊 放棄代表說什麼 放棄就是說 我就沒來 我懸置嘛 他有沒有說要給中華民國 沒有啊 大家很清楚啊 所以在旧金山和平條約上面 吉田茂所放棄的 只是主權的管理權 沒有代替天皇 任何的 那個條約上面都是有白紙黑字 就像和平條約上面也有寫喔 這邊也有 大家可以上網去查 這個都有喔 盡量都不印這種紙 為了環保 不要砍那麼多木材 大家可以去看 白紙黑字全部都是JAPAN 重點我有整理出來 你們如果有興趣的 你們可以拿去那個樓下那邊COPY 現在的日本國憲法叫做 現在日本國的英文名詞叫做JAPAN 不是The Empire of Japan 我要問各位 不一樣嗎 有沒有其他的例子可以證明 大家有沒有聽過大英國協 有嘛齁 大家知道大英國協 一共有幾個國家嗎 有54個國家 美國獨立之前有55個國家 美國是從英國主權手上獨立出去的 有54個國家 效忠 英女皇 那個英女皇的英不是英國的女皇 是大英國協女皇 英國 只是大英國協女皇裡面的 其中的一個兒子 所以我們的天皇沒有國籍啊 因為他沒有效忠對象 他是因為沒有效忠對象而沒有國籍 那大英國協女皇他是哪一國的 他也是沒有國籍 因為他是被效忠對象 一點都不奇怪 你們知道嗎 大英國協 一共有54個國家 包括加拿大 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這麼問好了 沒有聽過加拿大的請你舉手 大家都聽過嘛 加拿大 有自己的國家 有自己的總理 有自己的憲法 對不對 澳洲你們有沒有聽過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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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身也有自己的憲法 有自己的人民 有自己的國家 那澳洲的憲法 能不能實施到加拿大去 不行啊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聯邦 他們是邦聯 大英國協是一個邦聯 一共有54個國家的型態 那美國是有50個州 形成了一個聯邦 它的主權在州 主權在州 那大英國協是主權在女皇 然後女皇擁有54個國家 就是這樣子 54個國家的憲法都不重複 可是他們 效忠女皇 所以 伊麗莎白二世也很麻煩耶 他出國的時候要拿護照啊 對不對 認為他要拿護照 請你舉手 大家好聰明耶 他沒有護照 因為他 不是國家的人民 如果 他今天 規劃成加拿大的國籍 英國會不會抗議 會啊 對不對 他會抗議啊 我的效忠對象 變成是加拿大的國民 那我整個 澳洲要不要去效忠加拿大 要跑去效忠加拿大 那不對 他們會抗議 一樣 英國也是一樣 他不能夠入英國國籍 而是英國人去效忠他 不是他去效忠 英國 大家很清楚喔 沒有規定一個皇帝 可以擁有幾個國家 甚至印度皇帝 大家有沒有聽過印度皇帝 有啊 印度皇帝就是誰 一三百二十四的阿公啊 那這個題外話 大家有興趣去查 我要講的就是說 台灣 跟現在的新日本 可以擁有兩部憲法 可以變成兩個不同的國家 當然 也可以成為同一個 只是說 我們台灣人 願不願意自己站起來 願不願意讓自己往前撐 把自己身上的豬皮啊 那個中華民國那個 剛剛看到那個豬皮啊 蓋在我們台灣三貓的那個豬皮啊 把它拿掉 當回我們的真正的台灣人 主要是這樣子 現在的日本國憲法 是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 第七三條規定 全面修改 而變成新的一部憲法 這個關係呢 有在那個新日本國的憲法 第九十八條 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在高級班的時候 在修憲會議之前 大家都很有機會 來擔任那個 我們台灣未來的修憲的 一些那個小組人員 所以 我希望大家知道這一些 我會跟 那時候我會跟大家講得更詳細 現在日本國憲法是 在第九十八條 也寫到這個關係 那在大日本帝國憲法前 所提成的法令 如果跟新憲法 的做法相違背的時候 那個 與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同時失效 白紙黑字喔 然後 意思就是說 只要沒有違背新憲法 舊的法令 舊的憲法 還是有效 我們台灣話 有一句話叫做 辛勒無切 古勒無別 大家聽聽聽 辛勒跟古勒相對的時候 依辛勒有標準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還有白紙黑字嗎 有耶 有人說 日本已經是 大日本帝國已經死亡了 已經天皇無條條件投降了 已經死亡了 那 那個新日本已經是新國家 那跟天皇一點氣都沒有 有人這樣子講 日本的那個左派 他們就這樣子講 我就拿出這個東西出來給他看 這個是 當初1946年11月3號 新日本 那個戰後修憲 脫離大日本帝國的憲法的時候 天皇所簽署的造書上面白紙黑字寫的 正 基於日本國總體名義 確立了新日本的建設基礎 經蘇密院顧問的諮詢 按照大日本帝國 73條的規定 白紙黑字耶 帝國議會現以批表決 批準 這都是程序喔 第73條的程序喔 大日本帝國憲法的修正案 在此公布 然後 域名 蓋了天皇的印章 昭和21年11月3號 就是1946年的 11月3號 我要問各位 天皇的白紙黑字耶 然後下面還有一大堆的那個 新日本 國家的 那個大臣的名字喔 包括齊天茂 那時候他是外務大臣兼那個 那個總理大臣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國民黨都叫 日本人叫什麼 什麼日本 小日本啊 我要問各位 你們的名字是 爸爸媽媽幫你取的 還是那個外面的人幫你取的 當然是自己的爸爸媽媽 對不對 那天皇就是 日本國家的政治上的父親 所以天皇有沒有權幫日本取名字 可不可以 可以 這個孩子在1946年10月3號 出生 他的名字叫做 新日本 這就是天皇造書 我一字不改 把它寫下來 當然 班歷上 對不對 相信 各位喔 如果日本 那個日文程度有 有比我好的 你們可以翻 因為我不是讀日文的 我日文不是說很好 可是看得懂而已 那我翻譯起來的意思 就是剛剛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 大家也研究 就是我台頭寫了這裡 有沒有 基於日本國總體民意 確立了新日本的建設基礎 一大堆的嘛 這裡也是啊對不對 經過書密顧問諮詢 及帝國議會憲法 第73條 表決 帝國議會表決 有沒有 所以日本 大日本帝國憲法 有沒有失效 沒有啊 所以他沒有失效 才能夠產下 新日本這個國家嘛 對不對 所以新日本 從大日本帝國脫離出去了 這是天皇 當初的育民育許 昭和 21年11月3號 這是肇書的第三月 天皇一樣 他沒有在新憲法上面簽名 因為整個國家包括憲法 都是效忠天皇的 所以天皇沒有在整個 新日本的憲法上面簽名 一樣是用另外一張 簽名出來 這個就是馬關條約 國民黨跟我們講的 不清不楚的地方 我要跟各位講的很清楚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未訂定合約 被兩國及其成名重修平和 共享幸福且杜絕將來分爭之端 然後大清帝國 派了李鴻章 因為他明顯太多了 這個人戰敗國的明顯 他說有兩項 然後戰勝國的很客氣的一項 什麼 太子太父文學殿大學士 北洋通商大臣 直立總督一等學士 蘇伊伯爵 好多的頭銜 都他前往他的介紹 說他的現場的勳章 這顆是誰 這顆是誰 一一一的介紹 然後大日本帝國 他也是派了 伊藤伯文 很囉嗦 古早人很囉嗦 不過很詳細 為全權大臣 彼此 教越所奉 聽好 什麼叫做 那個叫做 教越彼此所奉 就是說 你要拿出天皇的信物 跟拿出 那個光緒皇帝的信物出來 要怎麼比對說 這個是不是天皇跟那個 那個大清帝國的皇帝 派你來的 還要檢查信物 檢查信物之後 做成的條約 台灣是誰的 天皇的啊 還是日本國的 天皇的嘛 對不對 我有100塊 拿給我兒子 我兒子 我兒子怎麼前面天皇 叫那個 伊藤伯文出去嘛 天皇派的那個 政治上的兒子的那個 最大的領袖 就是他的兒子嘛 就是那個伊藤伯文 他是首相嘛 我今天去拿100塊 叫我兒子去幫他 跑腿 買一罐醬油 買一瓶醬油 然後他拿了一瓶 那他拿了一百塊 跑去乾媽店 要買一瓶醬油 結果老闆也不在 那老闆就叫他的兒子 幫忙 賣一瓶醬油 給我兒子 那請問一下 那瓶醬油 拿到我家的時候 是我的還是我兒子的 當然是我的啊 因為一百塊我出來了 信物也是我給的啊 那一百塊 是那個乾媽店的老闆的 還是那個著火店的 那個收到錢那個人 就帶到那個口袋裡面去 當然是老闆的啊 因為是跟老闆買 他們兩個孩子是幫忙而已啊 白紙黑字寫的 有人說 我們都會拿一些 造假的文件出來騙 大家注意看耶 這裡寫一個Y有沒有看到 這代表什麼 中華民國外交部的文件耶 大家可以去看 他們的館都會 都會公開展覽喔 甚至在那個 當初簽訂合約的那個 那個春帆樓下官那邊 在日本下官司那邊 都還有這份文件 還有20分鐘喔 我簡單介紹一下 台灣 在什麼時候 被中國放棄了 原本台灣是 大清帝國的殖民地 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 大家應該昨天有看到那個 像一隻殘寶寶的那個 台灣有沒有 是台灣的西半部六個屯墾區 那東半部包括中央三半 那是誰的 高砂族的啊 是高砂族的土地耶 所以我們要不要把土地 還給高砂族 當然要 然後 當初大日本帝國交給 在1945年 撤退的時候 戰敗撤退的時候 交到中華民國的手下 一共有多少 多少人你知道嗎 有120萬的 高砂族的 各族的同胞 那現在剩下多少個 剩下51萬 52萬左右啊 台灣當初的人口 數是600萬左右 那現在是2300萬 扣掉那些中國人 大約還有1800萬 那我們台灣的人口 成長了三倍 高砂族的人口 剩下一半耶 你們有發現 因為我們的高砂族 長期都受到不平等待遇 因為他污名化我們的高砂族 甚至當初228的21軍 劉雨清他們的軍團 四川軍團 開來台灣的時候 在鄒族那邊 進行種族大屠殺 我們這些年輕人的 我要請你去看一個東西 你們如果回去的時候 你們在鼓掌打開 你把它點鄒族 就是我們的那個 那個鄒 那個鄒族 阿里山那個鄒族 他們原本有五大部落 然後21軍開上去 用手榴彈 用砲 用機關槍 掃射 無差別屠殺 鄒族的人 所以鄒族的人口 現在變少了 剩下 當初那個設的 那兩個設被屠殺 那個設 那邊有設一個 那個 有設一個紀念碑 228的屠殺紀念碑 大家可以去看 在達邦那邊 我們是住在 我們是剛好住在達邦的隔壁村 所以我們很清楚這件事情 當初21軍進去 種族屠殺 他們所奉的命令是 要殺光所有的台灣原住民 所以 我這邊要希望 台灣的 原住民 不是原住民 原住民 你們才是真正的主人 不要再幫 拿著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去讓 去投票 不管誰當選 不管是馬英九當選 還是蔡英文當選 都是中華民國繼續當選 因為他們都要手舉起來 效忠 中華民國 他們會把我們當人看嗎 我跟各位講 他們不幫我們當人看 甚至當初 日本人來統治台灣 在馬關條約那邊 拿到台灣的三分之一的時候 我要講一個歷史 前一陣子在去年的 那個5月6號 國民黨的中常委 叫做廖萬榮 他講了一句話 原住民很多都是什麼 雜種 不應該給補助 他的政策是這樣子 為什麼他要講這一段 我要跟各位講 其實在1895年 日本拿下台灣的時候 他很清楚 整個清帝國的那個 屯肯區 就只有西半部 三分之一的整個台灣 其他三分之二 都是各族的原住民的 所以 日本人他派了他們的王族 不是王族 是王族 他是貴族 派了日本的貴族 來跟我們各族的原住民的 族長 通婚 通婚的話 不是只有 占你們的便宜 只有娶你們的小姐 他甚至也把他們的小姐 嫁來當你們的媳婦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的原住民 我們現在的原住民的 那個面孔 都比以前更漂亮 有沒有發現 有 為什麼 因為你們的血裡面 有日本貴族血統 這個叫做貴族通溫 日台貴族通溫 那國民黨 廖萬榮 那一個老闆 說好像烏鋼大王 說原住民很多是雜種 他講的就是這段歷史 他講的是事實 可是那雜種真的很難聽 應該說 日本的王族 日本的貴族 很多都有高砂族的血統 那我們台灣高砂族 留在台灣的這些人 他本身也有日本貴族的血統 這樣講還是正確的 這才是正確的 那他講的很難聽 所以我們要知道 這段歷史 在1867年的時候 1867年的時候 在台灣發生了一件事情 美國一艘商船 在歐蘭比外海擱淺 那擱淺之後 台灣人 有沒有像現在 遇到人家 如果有災難 地震 都會捐款 有沒有 全世界最有愛心的 一個地區的人民 有沒有 沒有耶 我跟各位講 當初是我們看到那個 法蘭眼前的 抓在那個 歐蘭比外海的時候 我們當初抓到 抓到死雞 猴子 把他當猴子在打 把他當成是 這不是人耶 這不是人耶 不知道可不可以吃 搞不好肉也可以吃耶 這樣講是比較誇張的 不過 我要跟各位講 發生了一件事情 美國的商船 在歐蘭比外海擱淺 那 上岸的人民 被我們的 那個 排灣族還有一些 族群 不只是全部都是排灣族 還有一些族群的人 給殺掉 然後東西全部都搶了 船也全部拆光光了 然後美國向誰抗議 美國向清帝國抗議 清帝國當初的大臣 外交部部長 叫毛廠西 他講了一句話 台灣生番 屑居柔促 為王話所不及 法語不法 為貴國制裁之 大家有沒有聽 有沒有人讀歷史有聽到 有看過這段話的千里舉手 你們都沒有人讀歷史 不過我有看到 這個是白紙黑字的 當初是他這樣說 意思就是這樣 你們美國人 叫做台灣的清帆 下去 到我一點點的關係都沒有 要把台 要把流 要把刮 是你們家的事情 到我一點點的關係都沒有 法愛與不法為貴國制裁之 後來 美國 的黑船 當初的美國黑船 是那個日本版本 看到都 把那個武士刀拿去丟掉的那一種 是一流的 全世界一流的海軍 黑船 黑船 美國的黑船 美國海軍就開來 向台灣原住民宣戰 結果宣戰之後發現怎麼樣 台灣的原住民拿的是什麼武器 原始武器啊 拿的是弓箭 拿的是矛 那個下架的爹子 竹子把它削尖了 拿著石頭 就在當武器了 他們拿的是什麼 美國海軍拿的是毛射步槍 火神槍 毛射步槍 那些東西 以前叫做火炮 會穿 是那些東西 那他們怎麼打 這樣怎麼能打 我跟各位講 有沒有看過細部片 大家有沒有看過細部片 兩個牛仔對決有沒有看過 有 這是美國精神 美國精神 對決的時候 戰爭就是對決 對決的時候絕對是 要保持一定的水準 一個沒有槍的牛仔 一個有槍的牛仔 能不能直接開槍 打死那個沒有槍的牛仔 可不可以 不行 你沒有槍 我有兩把槍 我丟一把給你 你撞好子彈 我也撞好子彈 大家互相往後走20步 然後開槍 打死你算我的 打死我算你的 這叫做對決 這叫做歧視精神 這才叫做對決 那先進的武器 會不會去打 原始的武器 不行 因為他打贏了有沒有光榮 沒有歧視的光榮 這個仗能不能打 不能打 後來美國選擇說 好 宣戰 然後 不打了 那戰敗者是誰 美國 所以美國海軍 全世界 第一個打敗美國海軍的是誰 台灣 搞殺主耶 大家沒有聽錯 後來 南甲之盟怎麼定呢 以後上岸 那個你們金髮藍眼睛的上岸 到台灣的這個地方來 如果遇到風浪 你要揮紅旗為號 我才知道你是遇到風浪 不然我把你當成是西班牙的海盜 當初有西班牙的海盜 所以 後來這個條約就這麼定了 然後還規定說 美國人 你以後要來台灣 要帶多少的糖 要帶多少的茶葉 帶多少的火藥 來當作你們進入這個國家的物資 要來貢獻 要來操控 拿給排灣組的組長 這樣才可以 當初的那個 也不能說是排灣組 因為排灣組有好幾個組群 現在目前還有四大組 所以 美國就答應了這個條件 那 唯一的一個條件就是說 你們要畫一塊土地 因為我的船就是 沒有看到台灣那個 鵝蘭比外號有一個暗礁 我們台灣是不是沾沾 在南部那邊是不是尖尖的出去 我跟各位講 那邊下面還有 一排的那個 暗礁 那個船 如果沒有燈塔的話 很危險 所以一定要做一個燈塔 美國 就不打了 然後可是這個事情要不要處理 要處理 針對事情處理 可是仗不打了 因為打贏 打贏也撈開了 打贏也撈開了 打贏也會被外國人找 其他的外國人找 所以沒有打 美國 在美國上面 傳播說他是戰敗這裡 然後 出錢跟排灣族買了 現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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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蘭比那邊有個鵝蘭比燈塔 這是美國所蓋的 美國 是戰敗者 然後跟戰勝者買土地來蓋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紀念碑 這個南甲之盟 是B7人 這是英國的一個翻譯家 一個商人 當初是他帶著美國的那個 李仙德將軍 來台灣處理的 然後 整個事情處理的算是很好 然後我們也接受 可是4年之後 台灣人 在牡丹社事件 又把那個遇到海難的人 又把人家屠殺掉 1871年 這個南甲之盟事件 南甲之盟是一個正式條約 是國際條約 是國家對國家的條約 所以當初的台灣族如果說 我宣布台灣建國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惜啊 沒有去宣布 因為當初的我們台灣人 沒有一個集體的一個領袖 有好幾個 好幾4個族群 平埔族有10個 那目前的那個 那個 我們那個 屬於那個原住民 原住民的部分 他有14個族群 甚至還有 有人說他有16個族群 20幾個族群 台灣這麼島 台灣島這麼小一個地方 有20幾個族群 誰都不聽誰的 所以 沒有建成國家 很可惜 不然我們已經跟人家定了國際條約了 好 那那一部條約 現在還存在美國的國會圖書館 因為他是正式的合約 一定要放 一定要存放 就算他被廢除 都要存放起來 現在在美國國會圖書館都還找得到 南甲之盟 過了4年之後 台灣人 遇到這個琉球群島的 朝貢的死者 去跟大清帝國那邊朝貢 結果回城的時候遇到風浪 那在牡丹社外海擱淺 81個人上岸 因為語言的關係 然後還有一些我們沒有 辦法去講 講得很清楚的一個溝通上的問題 就是說他們 那是一個很長的一個故事 那個 這邊我就先不講 因為時間關係 有空我們可以試一下再講得更清楚 我可以跟各位分享這些事情 後來 他們八十幾個人 被我們全部殺掉 在那個牡丹社那邊 那 當初的琉球王國 是大清帝國的附屬國 所以他向誰 表達要討為這個公道 向大清帝國表示 那大清帝國的那個外交官是誰 毛長熙 一樣是這個人 那毛長熙說 你是我的附屬國 所以 這是這個事情 我要不要處理 我要處理 我的處理方式是怎樣 丟著 不管了 就把琉球 死了八十幾個人 這個事情給丟著 後來 日本 大日本帝國 就出面了 他們就找上大日本帝國 就講說 那 可不可以請你大日本帝國 來處理這個事情 後來 大日本帝國就說 這個當初四年前 那個 那個 南甲之盟的時候 美國跟台灣的那個 台灣族都講得很清楚 都已經 不能再殺那個遇到海難的人 不能搶劫那個海難的人 然後上岸的時候揮舞那個洪擊 然後繳一定的稅金就可以走了 為什麼還可以殺人呢 後來 美國的李仙德將軍就帶著日本人 去跟清帝國抗議 清帝國的大使 的那個外交部部長 就是一樣是這個人 這人叫做毛廠西 牡丹澄事 他怎麼講呢 台灣生番 系我霍外之民也 法語不法為貴國之才之 大家有壞行動 你們對當官都沒有信心 對不對 你們只要會講法語不法為貴國之才之 就可以當清帝國的外交部長了 那你們有沒有信心 我跟各位講 你們絕對比他好像千萬倍 對不對 當然是對的 我要跟各位講的是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台灣人 在145年前 沒有把 援助那個 遇到海難的人 當成是應該做的一個作為 因為沒有人跟我們教導 沒有人跟我們教我們教 我們會教嗎 不會教 你如果沒有把你兒子教說 不能去給他頭蠻巴拉 你兒子去給他頭蠻巴拉 就一天會去給他共識 絕對去給他共識 他就是去給他抓到 你就是說不好意思 這是我的兒子 多少我比你 比你十倍 一個巴拉 我給你十倍 搞了當作 沒有注意 他有萬 結果 你沒有 你沒有抓到 我賠給你十倍 這個孩子 我回來了 要他教死嗎 要他教死 不然他怎麼知道 他就不知道說 那是人的 不是我們的 我們不能純粹 要純粹下去 要拿來這裡 結果我們台灣 就像那樣的經營 台灣的孩子 去哪裡 外面去人頭蠻巴拉 去做不到事情 當然是不到事情 去殺了人家就不應該 可是這件事情 清帝國 他號稱擁有台灣 他有沒有在整個國際事件上 做一個合理合法的處理 跟各位講沒有 他甚至說台灣這個孩子 那不是我的兒子 要他講死也講死 是人家的事情 到我一點點管理就沒有 所以 法語不法為貴國之才之 你們常常都講說 中華民國常常都講說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真的嗎 我跟各位講 中國從來沒有為台灣而戰 從來都沒有 甚至他把我們評補出人 評補出人人數比 目前的那個高山的那些住民 人數還要多耶 結果 評補出現在在哪裡 不見了 你們有沒有發現 評補出不見了 我跟各位講 你們就是評補出耶 除了剛剛後面幾首他幾位 你們知道嗎 你們介紹的時候 有孤同大人請你拿手 會去請阿孤來 會有十幾班職請阿孤來 坐大位 台北都是嘛 對啊 為什麼沒孤要坐大位 因為母系社會 阿爸是紅青的 所以 台灣人是女人在做王 女人在做頭 女人在做頭 女人這個頭雞 女人要聽女人的 是不是這樣 所以要拗 十幾班職請阿孤來坐大 你們去拗就十幾班職嗎 我也拗過 我清新拗 又跟他什麼 跟他什麼的賣 乾脆叫 去買人拚 來什麼後面簽名 就好 拗十幾班職 你們會記得嗎 是怎樣 台灣人 他會另外請阿孤 中國人 有阿孤同大 沒有耶 我有一個同事 他說 你這樣說 也合理 不過我客家人 我也是阿孤同大 我說你是客家的平埔族人 你想說你是平埔族的人 結果你叫他怎麼下去 我問另外一句話 你看你的手有一個拗粉嗎 這邊有一個折痕 莫名其妙 這個地方應該是沒有 這個地方才會有折痕 對不對 我們的手彎曲的地方 這裡才會有折痕 對不對 可是在上面這裡就有一個折痕 你看看 有的人請你把手 有耶 很多都有耶 是怎樣你知道 這平埔族的主靈線 你們白癖的 結果我們就 當初是清帝國怎麼跟我們通知 他說 你如果有漢世 就減求那個人做稅金 所以你們大家有生 大家都要去求生 所以要怎麼生 不知道要怎麼生 所以 西里那些人 很多人生的療 你知道嗎 那叫做政頭生 問題 一盒跟一盒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不過他們整個政頭都生的療 為什麼生的療 那個船長生的療 我們就對他生的療就好了 只是這樣而已 那叫做政頭生 不代表說他們有黑炎 因為為什麼要有性 因為在清帝國的時代 在民調的時代 你有黑炎 你就可以減稅金 阿 別人 他是母系社會 怎麼有生 沒有生啊 你像我們的那個高 那個高沙族的那個主席 亞福夏德先生 我頭上三文青 亞福夏德先生 他叫做亞福夏德 那是這樣 我告訴你 他的名叫做夏德 他的阿爸叫做亞福 他們的賦名模式就是 五大祖賦來 賦來這樣 他就是後面的那個名字 亞福是他們阿爸的名字 他就是亞福的兒子叫做夏德 這就是 別人當初也是都賦名 你像我剛才的我的賦這天本 這就是 我的名字就是怎麼賦呢 我的名字是按照 我們的不達山的取名的系統 我的阿祖叫做賦 我的阿祖阿祖叫做菜 叫做菜 這張啦 抱歉這張 這我家的 所以我給他講過一個 抱歉 叫做菜 我阿祖叫做賦 我阿公叫做柚定 我阿爸叫做得家 我叫做永城 所以我的名字叫做什麼呢 財 福 再來就是我阿公的名字 叫做友庭 再來我阿爸的名字叫做哲義 再來就是我的名字 這就是五大名 所以 我們本是這種賦名方式 現在加一個漢性的怎麼差 沒有差 還可以賦水金 這樣要有漢性嗎 大家都也有漢性 我們沒有差 所以 這個漢性的話 大家都沒有在助充 所以沒有在助充 所以怎麼樣 去跟親菜 賦日本那些 就說好啦 洗了 像塞梨才的好勝 塞梨幾鄉頭都洗了 因為 他們的船長很有力 大家都很信任 給他們的船長 大家都對船長洗了 就好了 結果大家都沒有人關係 所以大家要知道這個東西 我們台灣人 不可以賦菜貴 台日本 我們中國的祖先 的國籍 我們不可以把他們放不去 他把祖先 他把祖先留給我們 計算 我們不可以只計算財產而已 我們和國籍都要繼續計算 大家說 好不好 好 今天感謝各位 今天我們的阿祖 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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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